我说施食的时候不是调文里面有放那个饭吗 是 那念咒的时候他那个饭是会变好多 对 要观想 一个是依着这个咒语佛说咒语的这个力量 咒力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观想力 初始的观想力 你要变食的人除了念变食真言以外 他还要观想 那你没有说念经这样子 一个咒这样子让这个念经变好多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无障碍法界观 你修普贤 你真正如果入到那种平等的这种实相体性 那个就是变好多 那你修一法就是一切的 所以你在礼拜的时候 你在初始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种地网普进的观想 就是你在变食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能够一个食物变成无量鞭 然后让一切咒语都能包裹 一个是咒力的关系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这个观修力的关系 对 所以念经也是可以念一个变化 如果你现在没有见性之前 那个叫打妄想 事实上是不行的 对 那除非你能够念念到 你知道就是我们常在讲一心不乱 它其实有几个层次 就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 那如果说你要念到那种 你要到那种地网不进的关系 那个你如果打妄想 它其实是也不会成就 你的心如果不是一心的话 它没有办法普遍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就是真妄的问题 就是我们凡夫用的是什么心 所以我们一法一法 他是一法就是一法 那佛菩萨真心为什么他能普遍 因为他普隆不爱 他没有我 他没有像的这种姿势 他不会生心 所以他的那个 他所起的那个不叫世间 他那个世间的旺心的缘起 他那个是真心 所以他一起是怎么样 普遍起 所以为什么他能够修一法 一切法都如此 比如说他在这个世界的天宫殿 那他在其他的环境里面 你都看到每一个上升的这个经文当中 十方世界的这个天宫殿都是这样的 那那个其实就是你讲的 就是说你在读这个经的时候 像菩萨在宣说这个法门的时候 为什么十方的世界的这个天宫殿都在说这一法 因为他是真理 所以是普遍的 那为什么我们众生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讲 为什么台湾的人听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佛菩萨这样子 见心入理 所以你没有办法普遍 你还有时间空间的一个像的知识 你在美国的时候你人不会再同时出现在台湾 所以你要修那个法不是不能修可以修 可是前提是你要能够怎么样 你要能够用这个真心的时候你就有办法 这个帝王尽 那个就是障碍法界的官修 可是那个你就是 那个的重点是在于 你要能够就像普遍恨怨禀讲的 你要能够依依着普遍恨怨离 就是所谓普遍恨怨离 指的是指这个佛菩萨法耳常驻的这种 也就是你一般所谓的家子 家子都在 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 本身要能够做的是什么 你要能够生心性结 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信心也不够 你生心性结也不够 你说你起了这个心 到底是真心还忘心 你说帝王不静观 我是在打妄想 还是真的是真心现前这个无尽的 一极一切的修法的作用 这就是那个差别的所在 这个不是说不能 道理上他就是有这个观修的这个观行法 就是帝王不静观 跟障碍法界观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心念 是不是真的到那种状态 清静平等 你的真心才能够现前的那一个 你那个心才是一切 才会对一切能够融合 所以你说你怎么念经念道 你念一步经变成无量无边 那你首先本身要让你 自己能够消化 因为你有我 所以你没有办法无量无边 那就是这个问题啊 学佛修行的第一件事情 怎么见性 一般我们讲迷心见性当中 悟道 其实就是要破这个我 这个我 人空法空 这个恶我 那你怎么做到 这个帝王不静 你的我很大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无静 因为你就是一法 每一法都是单一的 这个叫相 这个叫缘起世间 他没有办法穷净 他没有办法一跟一切 是一体的 这样明白吗 这样有被达到你的问题吗 所以这个法 其实他可以修 可是重点就是你 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前行 跟资粮功夫铺垫 才有办法 否则你说 你刚刚讲那个其实就是 出发心住 在华言就叫法生大师菩萨的结尾 那他就是普闲行 他就是那个时候真心献起 他所起的并不是我们这边缘起世间的妄心 所以他能够普遍没有障碍 是这个 那个道理是在这里 因为见性 他看到一切法的平等性 所以他开始起修这个叫普法 他就是不是单一的 他就是普遍 普遍成就 普遍圆满 这个就是普法 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就刚接着那个问题 那是不是说 其实并不是说把一个 就是金变成五量五边 而说这金可能就是五量五边 比如说 金就在 就在缴滑 就在缩滑 是 只是我们 对 没错 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就是 本来这不是说 这个东西变五量五边 因为那个是我们像 还有你意识形态的想法 就这个我刚刚要讲那天 有人问我说 师父为什么 善财同时的运气那么好 就是说 他为什么到哪里 他就有一个 善知识在那里等他 那你知道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境界的问题 也不是善财同时的运气比较好 其实你可以说他有福报 为什么他有福报 他运气好是 为什么运气好 他已经准备好了 对他准备好 因为他就在那个好当中 他就在那个福报当中 因为他就在信德当中 他不离开那个真心的时候 他到哪里都是什么 都是 他就是活水源头 他本身就是一个活水源头 这个活水源头怎么去理解 你说为什么他到哪里都可以遇到善知识 那个就是他在怎么样的境界 他都能够入法界 就是他的心是能够活的 他的心是活的 所以不是说他运气好 你也可以说他运气好 或是说你他有福报 可是这个重点不是这样讲 重点是说 他能够从每一法 每一围城 每一元起的事法当中 能够入到什么 那个法界的实相 可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缘起 是看到什么 看到境界 对啊 看到的是什么 你的烦恼 有看到吗 那善才 他运气好是因为他都看到实相 所以他每一个毁谤我的 每一个对我不好的 每一个境界 违逆的境界 对他来讲都是活 活水都是入法界的地方 这样你说他运气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关键不是在于境界的问题 而是说你能不能转化 你的心有没有办法 用真心去对待这个境界 如果你跟佛菩萨一样 你用的是这个真心的话 那你就是普遍吉祥 这样理解吗 你就是你在修普法 所以那个吉祥不是只有这一个 为什么境界会吉祥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遇到的是善知识 那为什么你遇到的都是恶知识 是境界出问题吗 不是 是他的心的问题 因为一个抉择 他对境不是境界的问题 是他的心 他相应的这些境 通通都起到一个觉悟的作用 所以他能够在一切法 一切缘起当中 他入到实相 所以他你可以就说他很有福报 没有错 因为他每一法都从正当中去怎么样 入到实相 所以他每一法都是常乐无尽 他不会起烦恼 不会起烦恼 没有烦恼的身心的那种限制跟障碍 可是我们偏偏不能这样 我们就是你有一个对境 你就起一个烦恼的身体 起一个烦恼的心灵 那个状态就是这样子 那可是对佛不下来讲 他平等心 所以他每一个境界都是让他什么 真上的 让他觉悟的 所以处处皆同真法界 我们上一次在讲那个祭宋的时候 有个祭宋是这样的 那对于法生大世卫的古上来讲 他每一个境界都是什么 都是一真法界 那我们的对境都是什么 反复境界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其实那个差别不是按境界 因为那境界之前就讲 一切众生都是什么 如来藏相分吗 那那个怎么来的 从你忘念一念无明起来了 所以你把真性变成了 阿赖也是虚妄的心念心事 和这个就是什么无明夜相 然后再来有能见所见 能见相近界相 这就三系 然后六初之后就有生死的轮转 还记得吗 对所以这些是 重点不是境界的问题 而是你的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安住 所以你就是水因缘飘动 所以你就会产生了很多境界相的问题 那佛菩萨他是安住在真心当中 他不起虚妄分别 所以他每一个缘 每一个法都是什么 都是一真法界 所以他能够普遍圆龙没有障碍 的道理是在这里 所以他修一法 可以修一切法 他在此方世界 好比那个美慧的慧主 他在此方世界入定 出定说法 那他在他方十方一切世界的这一个慧处 他一样是什么 一样是这样子显现 那你说这些天王 他每次上身一个天界 他到这个天界固置这个佛的世子座 让佛说法的时候 那十方的这个天界的天王都是怎么样 都一模一样 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供养 说这样的一个法 那为什么法僧大事 他看到的在环境当中写的这样的一个佛境界 菩萨法僧大事菩萨的经界 他是这样子的 而且他普遍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一个象征一个真心 真心的一个作用 可是你说为什么我见不到 因为你没有那样的一个心量 所以我们看到的身心世界跟佛福萨 一真法界的境界不一样 所以那关键不是说 善才公子为什么比较幸运 为什么他比较有福报 他能够遇到那么多善之士 那关键是在于你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的心怎么去转化 你能不能转 今天只要我们是修行人 我们能够转 那你就有悟道的营业 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不转 你不放下你自己的身心 不放下你的执念 那你说你能够在境界当中悟道 那你怎么悟 瞒天大悟 其悟的悟 所以这个其实重点不占境界的问题 因为境界就是一个境界相 境界相就是三系里面的相分 他就是你的相分 阿耶士的相分 无名业相而有能界相跟境界相 那这就是阿耶士的相分 那关键是怎么来的 关键就是虚妄分别来的 那重点就是你要你如果要回到原来 你说好那个父母卫生前的那个面貌 那你要回到什么 回到那个一念 一念五米的在往前 你要在往前 才什么都没有 然后也什么都具足 就是慧仁大师讲的 何其自信 本之具足 本不动仰 本之清静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是境界的问题 所以那天那个同学下课 问我这个问题 我也觉得很好 就是我们一般世间人 在看 在对待这个世间的缘起 跟境界的时候 其实他的立场都是 他的立足点都是站在我 我的立足点 那偏偏这个就是我们 一直根深蒂固以来 要去 其实要去破的东西 这虚妄分别 你看他那个问题里面 就是为什么善才同志 那么有福报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觉得你有福报吗 有时候我们自己 其实你说你如果 从佛法的讲度来看 你本是具足那样的佛心智慧 可是你觉知不到 你感受不到 所以你没有办法受用那一份清静 那你说善才同志 为什么能够处处遇到 都是善之事 那个善 其实不是世间善恶的善 不是世间好 你觉得这个好 这个对我好 那个对我不好 不是的 而是他怎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 这样的一个境界 能入到法界实相 能入到一真法界 那那个就是他的 这就是他的一个修法 那我们对境界我们升起修法 我们升起烦恼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模式 那个运作的模式都不一样 我们是妄想心分别虚妄在运作 而是佛菩萨 法生大士菩萨 他们是用真心 所以他在每一元每一法 每一个众生的边上 他都能够入到实相 然后能够起一个善 善的思维 还有善用心 然后利益重重 这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就是在讲那个 为什么善财通知那么有福报 所以你刚才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那个金不是变多 对啊 就是说你自己 现在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个多少是世间 相对的概念 那在佛菩萨的境界 他不是多少的问题 他就是普遍 而且圆满 那辨识是我们世间 世间的一个方便法 你要嫉妒 救度 救度这个恶道的众生 他没有办法受用饮食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了这一法 辨识真言 那些初始 那就是藏这个 佛的这个奏力的因缘 来化石 给这些众生 那奏力是一个力量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这个观想的力量 所以说如果我们本身那个修法要有力的话 本身你就是 你的我去除的越多 就是你的我是越少的人 他在修法上就会比较得力 这就是功德的 功德的道理 之前不是 之前上次还有一个同学 他不是问他 就说那这样在三界当中 的人啊 是不是就都没有功德了 只能修到善业的福报 其实你去想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假设你如果是为了 你常常你的心念 你是为大众 你不是为你自己 然后你 其实你那样子 就会有所谓的功德 你不是为你自己的 然后你看我们修行人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说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一个苦差事 然后你去成就他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被扣分 不苦 为什么被扣分 或我难理解 有问题 如果你觉得 他觉得很高兴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 别人都不做 那你去做 恰分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 那功德就从这里来的 就是说 为什么别人会不想做这个事情 一定有他的难处的地方 对不对 那如果你去做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要解决那个难处 那其实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在解决这个 你在突破自己的时候 突破自己 那其实就是对我的一个破除 所以其实我们修行人 你要常常去做一件事情 你要超越不是别人 是自己 你要怎么样比过去的你 更 更能够超越 对于这个身心 这个着相 这个见相 取着的这种烦恼 的一种消化 这是我们要去 去努力去做的 那功德就从这里 从你对自我直 的这里上面 而产生的 假设你觉得我真的是很疲惫 你就顺着我疲惫的身心 那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不做就不做 反正 那个事情也不会有人做掉 那如果 你拖着你疲惫的身心 你把这个事情圆满了 好 比如说这件事情 是要去圆满 终生的 的事情 那你是不是就 就是 就是功德一见 为什么不是福德 而是功德 因为他对自我嘛 如果你着相 当然就是福德 你着相 那功德就是你要从 或我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没有我见 对于我这个 主动的那个部分 也没有被动的对方 还有那个受 受者跟受所施的这个物 如果你从布施来讲 三个提供的话就是什么 没有施者 没有受者 跟没有那个布施的物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主要最重要的是 在于对于相的一个直取 包括我相 我见 这个我的这个直取 那众生 对近的一个直取 还有你这个失误的直取 这个就是要主要是要破除 那假设你 你的功德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理想来的 那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 或是你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在做善业的过程当中 你能把我自己的那个我消融到最小 假设如果今天大家都不去扫厕所 大家都不喜欢做出众的工作 大家也不喜欢下厨房 那下厨房去扫厕所 去做出众工作的这个人 在佛门里我们就讲了 这个福报就很大 为什么 因为别人不要做的事他减去做 所以在佛门里啊 你要赔福最快的是什么 去扫厕所 真的是去扫厕所 为什么 扫厕所的过程当中 你会获得什么 如果你从获得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就是福德 如果你从对峙自己的角度来看 你去消化了你哪些烦恼 那就是功德 那如果说别人 别人不做的事情我来做 那只是我素是有这种等流行器 我自然就去做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没有那一层 就是说我要迫下 那就是 那就是看自己 那个就是完全是看行者自己本身 因为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这一法 用在他那里是这样的状况 可是用在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 那就是福德而已 就没功德 那就看个人的状态 如果他今天做一件事情 是去消化他自己的烦恼 是能够达到一个消化烦恼 扫厕所其实就是消化我们什么 那种高慢性 你有干净不干净的分别 你有说 这个好赞哦 这个怎么这样 有没有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心念 那你如何透过 你在扫厕所的时候的这个用心 你去消化你自己的这种烦恼心 这种分别的心 那是一份功德 那福德是一定有的 可是能不能有功德就是看你怎么去用心 福德是从善恶边上讲 功德是从这个破除你的子曲来讲 不能再问问题好不好意思 可以 那我得福德或我得功德 理由所得这个就是我修了 修也是啊 其实严格来讲你功德就是你就是 你就是没有两边啊 佛法就是不恶嘛 那个不恶指的是什么 不恶就是 就是一切随缘嘛 没有特别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 一定是功德一定是福德 不恶就是义法 那义法其实就是真心 真心显现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是 所以如果你还有德跟不德 或是善跟恶 这个就是恶 这个就是分别嘛 所以你说善恶从哪里讲 从世间缘起边上讲 他有善恶法 可是如果你入了一真法界 那是自信功德 自信信德 那就不是两恶法了 他就是一真 他就没有实非实妄非妄 妄得非得不得的问题 就是心经讲不不生补灭 不够不进不责不减 所以他的差别只是说 让你在贱性上 会一个快一个慢 这样子而已 他的差别在也不是贱性上 贱性就是贱性啊 就是说他这样子 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你是说什么对我们的影响 就是说我今天 按照我们讲 师父刚刚讲说 你这样子修道的是福德是功德 就是说从生死部来看 就是最后他 他给你的 只是说你如果功德多一点 就比较容易去入 见性那个moment 是不是 比较容易悟道 比较快 就是在修悟道的那个方向 是 如果修的是功德法 照理说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三戒当中 我们其实就是在善恶边上 所以你这个善恶的累积 是你悟道的一个资粮 他也可以促进你快点 为什么 因为你的恶去除了 你善多了 对不对 那你善业多了就像好比你的戒 戒慢慢稳定了之后 戒 戒律的戒 戒血 你慢慢断恶修善 勤修戒定慧 洗面贪生吃 你这个善越来越多之后 你恶越来越少 慢慢你的业就会怎么样 比较清一点 有没有 那你的业慢慢 你才有办法修啊 你才有慢慢 你才有办法慢慢在定 跟慧上起到一个启发跟开发的作用 所以你说你不管 慈戒生定 慈戒这个就好比什么 你在世间缘起当中 你的黑白 你人道众生就是黑夜白夜黑夜白夜 善夜恶夜善恶夜恶夜对不对 你去堆积就是人道的一个 一个共同的一个模式 那你的戒 如果你去受持的话 你就什么 白夜多 黑夜少对不对 然后你久了之后就像你做功课 你一直在持送一个法门 受持一个法门 等到你黑夜越来越进化 白夜善夜越来越多之后 你就容易怎么样 功夫能容易成片对不对 那之后才有定的产生 假设你的恶夜还多的话 你要定基本上不太容易定 那所以一般我们在讲修法 能够入到一个成片 那你要多少 你要多少的这种善法去 去铺垫跟堆积 你才有办法去做到功夫成片 那这时候是怎么样 能够以你的法门来扶住烦恼 身心的烦恼 这个时候叫做功夫成片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观形级 有一个礼级 再一个明字级是从什么 从法向上去学习 对不对 从听闻上去学习 可是它没有起形 可是观形级就是怎么样 你还没有破 你对于这个剑 三界的这个剑获还没有断除 可是你不断的在断恶修缮断恶修缮的过程 这是观形级 然后它达到 达到它可以 你慢慢逐渐透过你的法门 断恶修缮的过程当中 透过你的法门修持 达到一个烦恼身心的一个福 也就是你慢慢不起烦恼 这样慢慢才有所谓的什么 相似级 你慢慢才能怎么样 正果 从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 断三界的剑获 施获 有没有 这就是慢慢你能够 从功夫成片 到一心不乱 事项上的一心不乱 那如果真的到理上的一心不乱的时候 它就是所谓的一心见性 就是法生当事接位 好处方新柱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到那个中间 其实要经过那么长的一个 一个阶段 所以你说修福 跟对峙那个功德的那个部分 破除我 其实它就是在什么 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看你从正出果 一直到事果当中 你破除的人 破除的我的这个部分 它是什么 阶段性的 因为烦恼有什么 见识 见识或烦恼 所以它都是见过的 所以这个我的对峙跟去除 它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 在对峙这个我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去消化这个见识烦恼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就是功德所在 那要讲到功德就是它有果证 它有果证 还有果证就是来对于你的烦恼的去除 你这个空性的一个契路 所以这个就是三次讲那个六集里面的 相思集的那个部分 那如果你真的要迷心见心出三界 那个就 那个叫分正集了 那个之后就是破一瓶 正一分法生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说在世间 我们断恶修缮 那是一定要的 否则你没有办法开始起行 因为你光被恶业束缚的 基本上你的生活当中 都是处在这种业 业道的这种欺负的 的先兴状态当中 所以你这个圣道 你没有办法起到一个作用 你如果从业道的模式 它就是善恶业 如果你从圣道的模式 它就是功德 就是这样讲 所以它能够帮助你正果 破除烦恼见识烦恼的 这就是从功德边上去讲 所以你说在三界当中 能不能修功德 就是你能够对于圣道的这个受手 你能够破除烦恼 从断烦恼边这边去成就的话 那会有你的功德 因为会有火症 可是真正要讲到 火法当中的功德 那就是从理想 就是从这个我的破除 见识或的破除 从这边来去讲的 这个就是对于十相的一个正德 空性的侮辱 这边开始讲是有功德 是法生大事结尾 然后就从出发性柱这边开始 那在这个之前 其实都是在圆满你这个 实性法门 和这个十个心 那当然这十个心 其实它就是什么 你这个真心啊 这菩提心 它的一个内容 从十个边上去讲 这样理解吗 所以功德跟福德 我知道很多人还在参详这个事情 对 其实你就是 你就是去看这一法 对于你的修持 你是增长我直 的方向去进行的 还是你是从破烦恼 身心的方向去进行 来看 这样讲会比较简单 好 你说 请说 老师 我想问一下 那个功德和福德的关系 能不能说福德是有漏的 但是功德是没有漏的 你也可以这样想 是啊 是这样 那我还想问 假设一个人他去扫厕所 他用一个无我的 就是没有执着的心 去扫这个厕所 那他其实是有功德的 那我想问他在 得到这个功德的同时 你有得的这个心就不是 不是功德 我知道就是说 我只是从客观的讲 就不分析这个人 假设一个人 他自己本身是又没有 就是没有 三轮体空的 心去扫厕所 那其实 三轮体空的心 那就是没有扫厕所的我 也没有厕所 对 这个事情 也没有 也没有扫这件事情 扫这件事情 对 对 这个叫 真正的 扫厕所的三门体空是这样 没有扫厕所的我 没有被扫的厕所 就没有扫厕所 这件事情 那能不能说 那个人他当时 他在那个当下 就是有功德的 就是我们外人看来 不是 通常是这样 这个 这个要看他在位置 这个你要看他在位置 他高兴怎么办 他高兴怎么办 对啊 你少了很高兴就好 他管他扫厕所的 对 你的心不扫着 就是跟你的烦恼 不跟烦恼相应 那个就有功德 简单讲 因为你一向 那如果他就 假设那个圣人 他在 他又三轮体空的 心去扫厕所的同时 他 是不是也是同时 得到一定的福德 福德是一定有的 对 你只要善业就是福德的基据 所以功德是一定包含福德 功德不一定 现在这样 功德一定包含福德 对 可是不一定有功德 对 有福德不一定有功德 对 有福德不一定有功德 你只要善业 你在进行善业就有福德 对 所以说为什么佛教会 不要说佛教 你如是道 一般我们的儒家 跟一般我们 道家 还有我们一般民间信仰 其实都是 劝人怎么样 子乐养善 子乐养善 所以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福德的基据 可是佛法当中讲的功德 是在于你的 如何的不着想 对于身心 这个烦恼 的一个对峙 跟破除 从这个边上来讲 才有所谓的功德 也就是你断我的烦恼 那你说我的烦恼是什么 三界内什么烦恼 贱货跟施货 对不对 贱货是什么 我贱 贱贱 对 就是你的思想 你的想法 我贱 撒迦也贱 就是你认为有一个我 有没有 有众生 这个都是一个我贱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你不信因果 波无因果 认为没有因果 这个就是一个断鉴 然后还有一个长鉴 就是认为有一个永恒的 我 有没有 这个就是两边 这个叫边鉴 我鉴边鉴 这个都是一种鉴 还有对于二界的授词 对于二之鉴的授词 这些种种都是什么 都是鉴货的范围 所以你第一个要面对 你说出国阿罗汉 入流 入圣道之 入圣者之流 他破除了这些 就是这些思想 这些想法上的鉴解的错误 这个就鉴货 那你要首先能够破除的这一块 这个好了 你就入到什么 虚头环 就叫入流了嘛 对不对 可是你这时候还要人间天上 多少 七次往返嘛 你还有 还有你后面要 后面接着要干嘛 失货的对质 那你失货有什么 哪些是失货的范围 烦恼啊 就是你的贪嗔痴脉 你这些啊 有没有 你的这些 这些心啊 那你说这个 你对质你的贪嗔痴脉 你是不是对质 是对我的一个咨询啊 对啊 所以你说你那正果 包括出果或见货 二三果 或失货极品 失货极品 然后到四果阿罗汉 见诗货或断 断境 这个才三界的见诗货 整个去除 出三界就是从这里的角度 去讲 所以 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华言的界位上来讲 他就是七性位 七性位 所以说你要到 这个 他要到这个出发心柱 其实他还有八九 八九性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是 乘杀祸 乘杀祸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要起一个什么 回想象大 他要起一个心 激转 他要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 那他这个在过程当中 这十性位都是在圆满 这个十个心 就真实菩提心的一个发起 等到你入出发心柱之后 那个就是不退 位不退 行不退 然后念也不退 就不会退二胜 所以那时候真正才进入菩萨行 那时候的贱性才是我们第三会 这几次一直在讲第三会 出发心 功德 会跟 实性满心抱同等绝 会住在佛地 这个是从他的 实相的智慧 整个开展出来 根本次的开展 是从这个角度 这边来讲功德 所以说其实你看整个 那个六集 之前在讲这个六集佛 所以你说从你观行集开始 你就已经不是只有 语言文字 跟这个听文的这个力量 而是你能够进一步去 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 透过事项上的一个修学修法 让自己从因缘当中去入到那个体性上 入到理上 否则你一直是在向上 在缘起的向上流转 那如何让自己能够有这一份安住 那就是透过你的法门 关系 去加深你的这个定会 这个部分 借定会的这个部分 然后等到你有果证之后 出果 这个就是相似极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事项上的一心不乱的一个断练 然后接着你最后 所一般讲明心坚信 到处发心处这个 那你就是要整个整个 入到十项当中 郭伦智慧整个陷阱 佛的这个根本质 然后才开始菩萨道的修学 这样了解吗 这样福德和功德 其实你就是看 你对我的这个烦恼身心 的破除是到哪个阶段 相对的产生的 那你说你在三界当中 完全没有功德 那你就不会有所谓果证 就是我们讲的明心界界 是不是就是你讲 对于果威的话就出发 是 是 就是一般讲的 那开悟是不是也出一个 是 是 就是如果你要从菩萨的这个阶位 而且他就是不退二圣 开悟的人知道自己开悟了吗 他知道 他不会讲 如果还会讲 那就不是 他就不是开悟了 开悟也是不可 不可执走 他不会执着 他 有没有悟这件事情 他就是 对 他就是 一如 这个就是一针法界 那个一针了 因为他就是唯一真实 他不虚望 他不会 因为你如果还有分别啊 这种对待 那个就还没有悟 所以那些除了有一个人问说 善才同志能有不报 还有一个人问说 师傅 其实贤独法师来讲经验的时候 他有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你们记不记得 他问你们说开悟会悟几次有没有 什么 对啊 悟很多次 当然有的人以为自己悟了 反正不是后来再悟 那个 那个 怎么悟 那个不是悟 那个是见修 所以你要去见那些事物怎么回答 那个是见修 不是悟 对 那个是见修 悟就是悟那一事 然后悟到之后还会不会起悟啊 不用 悟了之后就不会再起悟 他不用 没有一个起字 他有起字就 不是 起悟是指说 起修不是起悟 悟了之后就不会再 再有思想上的颠倒跟这种迷糊了 如果礼悟的话 所以那一天 师父讲 悟 到底是一次悟 还是有悟很多次 一次 就是那悟了就悟了 悟了就不会再瞒天大悟 那如果还有悟的话 就是没有真的 没有 你讲悟是悟吧 对 还有一个悟是就没有悟 其实一真就是 就是一心啦 也没有自他了 也没有大小 就是没有分别离 虚弱分别 他也不会起那个念 那个就是忘心 忘心才会 那个就是在一念无名起的之前 父母卫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样 从出发新柱那边往后 这都是 这个叫法生大事 这个是华言的这个结尾修行的这个部分 这样还有还有问题吗 不问题要问清楚 这个我相信这个这些问题都是好的 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 包括我们自己在学华言的最开始 我们对这个阶位也是搞不清楚 后来是不断一直去看原点 藏经啊一直翻啊 祖师 祖师怎么讲 这个法上大师怎么讲 陈冠怎么讲 然后李同学怎么讲 就是这样看看看 看到最后你就终于知道说 原来这个是教称那个差别的问题 就是小始终队员 每一个教称他 阶位修行 他阶位修行上 他有不同的对应的那个 修行阶位的关系 再问一个问题 以前的话 我们知道很多大师都开悟 尤其是禅宗 就悟了悟了 这是真悟啊 其实是这样子 现在人 现在比较少啊 所以这个就是决定 正法、向法跟末法的 这是关键 现在没有人 如果现在有人修又有人悟 那现在就是正法 对啊 你那个三个时期 正法、向法、末法时期 它是按你有没有经教的流通 有没有人受刑修持这个法 有没有人悟到 来决定的 那三个时期都有教说 都有经论 那可是呢 关键就是有没有人修 有没有人正果 有没有人正道 一个人悟就不能正法了 正法时期就是有人悟到 一个人悟就可以 你不要说就是有人嘛 你现在末法就是没有人啊 可是如果你从华言的角度啊 从华言的角度 有没有末法 没有 从华言的角度都是正法 没有末法 因为你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 没有人悟到 可是你从法生大事 法生大事都一直在 我这样讲话 永远都是正法 是啊 你如果 你现在 我就 这个就境界的问题嘛 这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啊 师父说 现在是末法时间 末法时代 告诉你们好好修 这个是从法的流布来看的 释迦佛法化的这个流布来看的 从末博世界的角度来看 可是如果你是从华藏世界 从极乐禁途的角度来看 那个都是正法 对啊 那就永远正法 如果从那个角度来看 当然啊 所以这就是看你的是真心还妄心啊 我就讲 如果你从真心的角度来看 你永远都是在一真法界 如果你妄心水所缘起的话 那你就是死法界 四胜六反 所以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 就关键不是境界的问题 也不是这个法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众生根器的问题 他就不是法生当世的根器 所以他就反出的根器 所以他永远会有末法时期 你又不修 又没正 然后有没有听闻也不知道 对不对 最后连经论都没有了 剩下什么 阿弥陀佛 剩下一句阿弥陀佛 有那个经典里面都有写的 正相末三十 是佛入灭之后 教法注释 依之修行能证果 称为证法 就是从果证的这个部分 如来灭后 教法注释 依教法修行 即能证果 称为证法时期 虽有教法及修行 不能证果 称为下法时期 不能证果 教法垂世 人虽有比教 而不能修行证果 称为末法时期 所以教法都有的 差别在哪里 你能不能修 有没有果证 关键就在这里 那那个是对我们现世的人来讲的 你有证不证修不修 可是你对法生大事 这些不上大众来看 他已经在一争了 所以他没有末法的问题 那个叫实 我们这个叫什么 权 权实 知道吗 这我们这个不在一争法界里面 所以有净土会 我们在慧 捕捉 所以众生会有什么 证法 像法 和末法 因为他有修不修的问题 有没有果证的问题 可是对法正大事 对净土的这些 普上大众来讲 他们就是在 他们一直 住在这种实相当中 他们有这些问题 这样有没有解释到 有 OK 还有没有其他 跟这个有关的问题 要就把它搞清楚 其实这些问题是很好 因为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会有这些 这些疑问 所以正法是不是正法 其实是关系在你这个 你自己身上 如果你是正法人 那就是正法注释 那就是正法注释 如果你是末法人 那就注定 注定佛法会毁在 毁在我们手里 这个末法讲得很对啊 那些人没有到佛当来都在末法 你不能这样讲 你不能这样讲 对啊 人家是因缘 对人家有 人家刚好现在有 人家的因缘 还有世俗的事情 因缘在 缘身吗 其实修行 我们都不要看别人啊 就是看我们自己 你是正法 向法 末法 你就看你自己 对于法的受学 这个部分 如果你已经悟到了 那你还有末法的问题吗 没有啊 你说我毁仁大师 现在还在的话 那对他也不影响 虎二师对他有没有影响 他每天就是什么 吃饭 吃饭 做工作 休息 睡觉 他就是还是过他的日子啊 可是他有没有身心 的这个烦恼 见性就没有了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本不动 本自俱诚 男生万法 所以关键是在于人啊 不是在于这个法 也不在于境界 也不在于众生 这个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当然这个要 这个要确确确定 这件事 你不能说 怎么善财 那没有福报 有福报也错了 人家住在一生里面 也错了 他没有问题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 波托 他好像是涅槃之前有预言 什么时候大概是一千五百年左右吧 是相法 然后 对啊 那个就是那个经论上有的时候会有 记载不一样 那重点 其实那个标准就是在这里 他那个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情况吗 缩佛世界的情况 缩佛世界的情况 缩佛世界不止地球 不止地球 那南湛富洲和缩佛世界呢 南湛富洲就是南方啊 这个可能有空你们可以先去看一下 因为那个要讲起来 这个 你要花好多时间去讲那个世界结构 以前我们在讲世界成就品的时候有讲过 就讲 我们在讲佛葬世界的结构的时候 有大概讲一下一个小世界 以日以月一个须弥山 然后有东南西北四大富洲 你说的南湛富洲就是在这个 一个小世界里面 那缩佛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 对这个基本的名像你们可以 你现在那个Google都很Google大师 你们去找那个佛门网 我记得我上一次有跟你们介绍佛门网 你们就把你们迷向不知道的 从这里打进去 你要打英文的他也行 然后你要打中文他也行 打进去之后他就会出现 你们就是上这个佛门网 看到吗 Bully stories 你们去看一下 这里面你们不晓得迷向的部分 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你就打三千大千世界 他就会出现 他会告诉你什么是一个小世界 然后一千个小世界 中世界 一千个中世界 一个大世界 然后这个叫三千大千世界 那里面有什么结构 日月须弥山 东西南北 四大富洲 四大富洲外有香水海 有七金山 有什么连轮回山 铁木山 这个通通这样就是一个小世界 然后他向上一直到天 他这个都有一个定义 都有一个基本的定义 那可能要去看一下 因为那个我们之前其实是已经有讲过 就是基础佛学的部分 如果你们不清楚 你们课堂上可以问 我会跟你们一个方向 然后你们自己回去先找答案 如果你真的再找不到 那你就 我们就 回头再讲 就再找时间再讲 否则因为他就是会变成 会是 就是会让课程的时间稍微拉一下 还有还有吗 还有针对这个 功德福德 还有这些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其实发问是很好的 因为其实在场的人 很多人 他也会透过我们的发问 去理解到说 你有哪个部分 他自己本身不是很明确 也不是很清楚 师傅 那请问一下 那个金刚经道的后面的时候 是讲到 功德跟功德 然后 他的那个 他的问题 在比较后面 所以我 我 那个时候 觉得说 好像应该 重点不在功德 可是他突然冒出一句说 菩萨的 菩萨不是不受福的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讲到人的 通常 菩萨不是不止不受福 就是说他就是不受 因为通常我们会讲受 有没有 受一切法 像这种一般世间三界的这种 苦、乐、忧、习、舍 这些也只有在世间才有 从业道的这种 这种基转才有 你从 佛菩萨圣道那里来讲 他就是究竟的 对他来讲 他没有这些福德相、功德相 有的话就是从我们世间来讲 你有福德、功德的差别 可是对佛菩萨来讲 他没有 他就是一真 对 我也是这样想 所以我就不太理解 为什么世尊道 那就要回去看那一段 你也要强调这一句 那要回去看那一段 好 可以请说 老师我想问一下 林如果是一个 他修净土或是修禅 或是什么样的人 是 然后他临终之前 到底要有什么样的功夫 或是他的境界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 他才能顺利的往生到 也说任何一个 好 现在这个 这个就是有关于 净土 一般来讲 我们有几土 你有没有 得认知 赐土 对 哪赐土 有一个人说长极瓜 有一个人说方便有鱼 然后还有两个是什么 凡圣同居 凡圣同居 还有一个什么 庄严十报 十报庄严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四个图要怎么去接 你们知道这个字吗 要不要写一下 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 答案就是在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然后他包括你要往生 他其实就有 敬业三辅 那些都是 你刚刚讲的要做的功课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 师傅应该从下面开始选 好 我以为说应该是从下 从下到上 没事就这样写 因为我要跟那个 对我要跟那个坎在一起 方便有鱼 十报庄严 这个就是如果你 从人的角度 不是从人 从众生的角度来看 你这个长期观 其实就是佛 佛 佛的一个境界 对不对 那你十报庄严之前 我们一直讲 什么 什么 什么状况 之后你有所谓的功德 十报的一个暴徒 暴身展现出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你对于十相的真气路开始 就有十报 他是菩萨的净土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法身大事啊 法身大事就是住在这个一真法界 这个十报庄严 这个以上都是 然后你说方便有鱼是什么 二胜 二胜对不对 二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对 然后这个凡胜同居呢 凡胜同居喔 在净土的 你会看到一个名称 叫做 在业往生 有没有 有 那你说方便有鱼土 你如果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六级啊 长吉光是什么级 什么级啊六级 最高级 最高级 对最高级 那是什么级 没什么可级可以 其实就是没什么可级 对啊 就是究竟 究竟 究竟几佛 对啊 那这个呢 十报庄严呢 还记得吗 分正吉 对分正吉佛 分正吉就是 过一匹服名 这一份法生喔 法生大师这个结尾 然后方便有鱼 这个是什么 相似吉 这就是我们小圣的 相似 凡正同居喔 就是你关心 关心吉佛 你相 还有什么啊 明智啊 明智啊 还有什么 明智啊 这样能够知道它那个差别了吗 如果你要 如果你针对你那个问题问出来的 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把修行的结尾 砍上去之后 它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 如果以怀炎来讲的话 法生大师 这个就是出发心 助理上 是这个 往上的 的净土是 十报庄严跟长吉框 好 那方便有鱼 这个就有点像 这个就法报化 如果以怀炎的话 这个就是实性结尾 这是实性 然后这代业往生 就是一般我们 一般凡夫众生 可是他受持什么 净土他信愿行 然后你为什么能够代业往生 在五量寿经里面他有讲 他最主要就是 他修这个敬业三辅 在五量寿经里面 你会看到 校养父母 奉事师长 持心不杀 修十善业 受十三规 俱逐仲介 无犯威夷 八福离心 深信因果 读宋大圣 劝敬行整 这三辅是什么 往生的正因 是一般净土所谓的敬业三辅 所以说 你刚刚问那个问题 你说 要往生 西方其他世界要修什么 修什么资粮 其实就是这些 如果你这些 这个就是信愿型的内容 如果你没有去受持的话 你没有资粮 不够 然后你说 你平常要不要念佛 要的 而且念佛 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读宋大圣 所以经论其实是要读的 很多人说念佛就只有念佛 那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是平常就是做了这三点 然后又配个比如说内容 或怎么样 需不需要达到功夫成片的那个竞简才能 好 如果再把功夫成片再放进来 你觉得他会在哪里 你觉得他会在哪里 就是把刚刚讲的 我刚刚不是讲的吗 都是成片 私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安 你觉得他会躺在哪里 还是凡胜同居了 所以你说你要去往生西方净土 最低的这个层次的话 你要不要念佛 你不念佛你怎么去啊 阿弥陀经约不是就讲吗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 一心不乱 那里还没有达到是一心不乱 因为你还没有果正 可是你要不要成片 要啊 要啊 不然你去 你怎么 你扶啊 你的烦恼要能够扶得住 否则你 你的念就有间断了 你去 你会有妄想 会有烦恼 跑出来对不对 你那个佛 是不是就是正念在你的心里面 不知道 那这样子 你如果没有念念相续 你没有办法 待业往生 这个很重要吧 所以你进业三福要修 你念佛要不要念 要念啊 不然你用什么东西 信愿心 去跟阿弥陀佛相应 俘获 俘获 俘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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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还没有像出果这样子 你没有断 断 断剑或施果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靠着你功夫 去扶住你的烦恼 这才有办 这关系极的阶段 他才有办法 待业往生 否则你怎么去 没有办法去 因为你世间身心太粗重 去不了 基本上像这种 就是藏佛的这种加持力 真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塔利皆以 可是要做的功夫成片也蛮难的 难阿 对我们现在来讲都是难 因为我们的那种 就是刚才讲的阿 你要修功德 其实真的不容易 除非你真的是 对峙你自己的烦恼 从这边上去讲的 你才有办法 否则你怎么成片 你生起来的都是烦恼成片 你功夫不会成片 可是你烦恼绝对成片 你看你每天的妄想 多少阿 每天都烦恼打成一片子 连在上面也在打妄想 做功课也在打妄想 做事情也在打妄想 工作也在打妄想 走路也在打妄想 没有一时一刻不打妄想 这个叫烦恼成片 阿你像他反过来就是 你要你无时无刻都在你的正念 在你的法门当中 那什么叫成片 不然你说成片要什么 那什么 怎么弄 你有上课 你有下课 那还片 那还一片 那是断的 一节 一节 有一个session 这个就一节 这样有没有清楚 回到那种问题 就是其实你说这个功课要做到很 所以你说人家 上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 师父我那个我念佛 我每天到底要念多少 我刚才说你有没有办法每天念两万声 他说蛤 那么多 然后我心里就想 比一天两万声都念得到 你还说你要去西方 西方极二十七 然后你知道人家净土在打 打那个佛一啊 佛二到佛七啊 人家他念多 他一天都念十万声佛的 你看那个那些主师 靖代净土中主师 还有人一天念十四万声佛 那个你那种功夫做 做不多 你那个常常会有人问 师父做功课的时候那个量怎么弄 我跟你讲 如果你还没有 你现在还什么极啊 你现在什么极 你现在是礼极 最好一点的你可能名字极 最好一点的你可能 这个我都不敢讲 就是这两个 一般人都是在这两个阶段比较多 就是说礼极是什么 三二到佛终生都是礼极啊 你二到的众生 可是他的体性是有佛性的 这个叫礼极啊 从礼 从体性边上来讲 他是佛 那世上是不是佛 他可能是二到众生啊 就一产体都有佛性啊 对不对 这个叫礼极佛 那什么叫礼极啊 见到法相了 知道佛法了 对不对 然后开始说 原来我有真心 然后我也会不用打妄想 知道这个事情 知道 好 这个叫名字极 然后再来呢 关心极要开始做 你知道不够 还要真心做 这个上次我们给大家 这六集佛的讲义 你要开始去起行啊 所以他就关心啊 关心极啊 你开始慢慢你要去随随这个随境界 随这个缘起的世界 你要能够看到他一切法后面的实相 他的真实是什么 他不再是属于虚望的这种相 境界的问题 那你看到的是他的性 也就是说 他的本质 这个就是开始去路关心的这个部分 那你开始加工又不行啊 那你的量如果不够 你怎么成就 火后锅那个汤 永远都煮不熟 那有的更好笑 就是今天这个法门试一试不行 你明天又换你的另外一个 那你那个汤底一直换 结果那个汤没有一锅煮好 没有一锅能够喝 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们法门刚开始修学 你们选法门你在试的时候 就譬如说 我到底适合念地藏还是 我到底适合修地藏法门 还是适合修关于法门 还是适合修准体法门 这个其实师父都会跟你讲 每一个法门都好 问题是能不能适合你去修 你要自己去试 所以这个就是你首先 第一个你要抉择的 就是你的法门 你要先选定一个法门 这是我要修的 然后呢 之后你要给自己一个定课 这个我们之前其实都有讲过 你要什么 定时 定点 定量 假设你没有这三个定 你怎么 你怎么去做到你的火候不够的 定时就是你每天固定一个时间 你不管 就看你自己每个人工作的状况 或是你退休 你时间多一点就可以多做一点 定点就是你固定在一个地方做功课 它就是养成一个习惯 就好比我们出家人的 古堂功课 每天早晚课送 就是一个定时定点定量 都是就是这样子的 你培养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修行的一个氛围 假设你平常真的都在打妄想 你就试着让自己上殿的时候不要打妄想 上殿的时候专注在 你现在该念诵 身口意 身 端正 礼拜 站立 这个该怎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你的威仪要去照顾到 那 身口 口呢 就是你要唱诵 你要念诵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进行 那义呢 你就是要随文做官 那你身口也要能够三叶 要能够相应 你才有办法 把这场佛事的功德带出来 这个时候就是 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 你在整肃你的威仪啊 你的身口 你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在破我啊 因为如果你的我还在的话 你就打妄想去 你就关注在你关注的地方 你就不会在那个仪轨 不会在那个进行的关系上面 所以这个法门 其实是要破除你最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当你念佛的时候 你就是念佛 当你持诵的经典的时候 你就是在诵经 你的妄想就没有了 因为他只有一念 他同时不会存在 不会同时存在的 所以你念佛的这个念 你的心就是清静 就是这样来的 那功德是从这过程当中来的 你对我消化越多 你的功德会产生 可是如果你在做功课的时候 不断的去计较说 去计较自己的烦恼的这个部分 那你就当然就是没有功德 就是念经有口无心啊 就是为了这种状况 那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让自己想办法 我就是做功课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我就是你要正念 你要专注 然后你如果跑掉之后 你要拉回来 你又常常每天去训练自己 然后 刚开始一定要有定量 好 假设说你在家里 我只有晚上有时间 那你就晚上看似 如果一般打坐是20分钟起跳 那你做功课 你也可以半个小时起跳 或者是说半个小时 如果你可以就40分钟或50分钟 就一炷香的时间啊 一炷香的时间 大概45分钟左右 好 让自己有一个习惯 那这个习惯痒起来之后 你就是会有一个习惯就是 我要做功课的习惯 久了之后 你再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那就有办法 然后再来要不就是 一个是你每天有上做日课做功课的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常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怎么样 你就让自己受死一个要往一个佛号 要往一个咒语 这个就是等于说补啊 补你那个空档 补你没有在正念 没有在功课上的时候的那个空档 你让你的那种思念的状态 尽量减少 这个东西就是会有帮助我们的一个修持 你的关心的 因为你这样子久了啊 一直训练这样子自心一处 这个就是一个自心一处 一个定的训练 做功课就是一个定课 你就这样子每天去送他 每天去受死他 你久了你的心就会稳下来 稳下来你的灾难就会变少 所以为什么常常如果有事情来庙里 师父都会说你要做功课 其实重点不是那个做功课 而是你的心如何安住 那就用功课去把你的心安住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叫法门嘛 这样理解吗 那等到你受死久了之后 那个量固定 为什么说刚开始 之前也跟你们讲过 为什么说如果有人要受死准题之后 我们会跟他讲你的目标 先从十万二十万开始 然后为什么准题经里面说要九十万 他有那个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你刚开始做功课的前期 一定是跟你的烦恼 跟你的过去的夜在拉扯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会有一些 夜的消化的现象 所以你看准题经里面 他会跟你讲说 你会有一些梦的征兆 有没有 就是 显像 那为什么会有那些状态 他会随着你量的增加 产生的就是你夜的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 那个就是清啊 在清理的这个 清理过去这个树叶的不好的这个部分 透过毒精 透过沉淀 把这个夜 让它退掉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 刚开始你会经过一个消夜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来 你的夜 不好的部分 能够慢慢的不现行 不现行 你善业多 你福报多 之后你的那个底盘 要修行就是资粮啊 你看你如果都不对付牧师长啊 常常杀众生啊 那你说你有什么福德 可以让你修行 你连恶业都那么多 你不要说福德 你善业就不够 你怎么修 所以刚开始一定是这样的 前面先做净除业障 所以你看你 你修秘中的人 他也有四家型 金刚 煞豆 百字 那个都是要除脏的 为什么 因为你刚开始受学的时候 你一定有很多这种业要去消化 那就是透过前面的十万遍 二十万遍的这个量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的业慢慢在这个做功课的过程当中去消化掉 消化掉之后你才要开始进入什么 善业的这种福德 资料的累积 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 慢慢你的心才怎么样 你知道说 哦为什么我要念这个 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 你慢慢会从你的功课当中你去找到这个答案 然后之后你就是什么 甘愿去吃他 你这时候你再也不会再去问说 为什么我要念那么多 难道一定要念那么多才有用吗 你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你就是 你就是会一直去持送他 等到你九十万遍念完了之后 你说你会不会停下 你不会了 你不会停下 因为这个时候法门跟你 就是他就变成你了 那你什么时候会跟准提菩萨相应 你什么时候跟观星菩萨相应 跟地藏菩萨相应 这就看你的身口意 跟他的身口意是不是 能够相契合 这个叫本尊相应 这个就是要看你自己怎么用心 才有办法 这个跟量也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你要能够念念念念到 你心心念念都能够安住 在一切的因缘 上一次我们上一次不是讲了吗 什么叫定 就是你能不能随缘 假设你在受十一法 这法门在你身心上 你对于一切的境界你都是怎么样 你都能够去水顺 这才有定啊 否则你的定是什么 你就不定 你就是境界来 你的法门就不见了 那你相应境界的是什么 你原来的习气 你的身心的烦恼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业道模式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你功德怎么积聚 你没有办法的 你有善你就很好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那种正念不够 正念不够强 所以每次境界来 烦恼身心会先连上去 那就是业道的模式 就是很辛苦 所以说为什么刚开始受学的人 一定要定刻的量 要先拉起来 因为就是透过不断的 你强迫你自己 在量上有一个规定 然后让你自己 强迫式的把你的这种妄念 透过这个功课你去 透过法门去压制 去扶住你的烦恼 否则你怎么去断 你没有办法你连扶都还没有扶 你没有办法断烦恼的 见识或你没有办法的 那个一直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上去 这样有没有 比较清楚 所以就是你说 不管净土法门 或是你修任何一法 都是这样子的 他都会有这个修行 这个是观醒的一个阶段 然后他要配合 修行的阶位 他也可以配合 然后要配合这些 你说一个净土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 为什么会有仕土 这关键不是土的问题 是众生的问题 不同阶段 不同根气的众生 他所见到的这种 他内心显现的这种 境界困难 不一样 所以他的净土 展现也不一样 那真正净土 那就是从 十报庄严跟长期观 十报庄严都是法身大事 这是佛教化菩萨的地方 那方便有余就是二生人的净土 那之后还在华严的话 就实性接位 那小教就是从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都是这个方便有余的土 就是净土的众生 净土的众生 净土就是我们这些 还有恶严的众生 透过心愿形 然后透过你对于定力 这个功夫伙候的这个部分 让我们佔佛的塌力的接力 往生净土 那就是到凡圣空去 这样 嘿 请说 那个功夫成见是只有观形极佛 那个境界才会达到吗 是啊 那观形极以上 就是说观形极这个阶段 就是你在世间的话 应该叫做已经念念念相许 能够念念相许 你才有办法俯环啊 所以你极佛跟明智极佛的话 还没有 还没有 理极佛 今天刚才讲的啊 善恶到的众生也是理极佛啊 恶 善 善恶去的众生 善去 恶去 都是理极的办法 因为从体性上讲他是佛啊 那是不是佛 凡夫嘛 对不对 理极就是从体性上讲是佛啊 可是从事项上讲他就是众生 明智极他也是众生 可是他知道 他知道佛法 他也知道众生有佛性 从法向上来了解佛法 还没有起形的 这个叫明智极 然后进入观形极 就是他要能够念念相许啊 念念相许才叫做成变 明智极到观形极他要有一个 起修的一个修行的一个 一个断裂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 其实大部分人目前都还是在这里的阶段 那你要一直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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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成变 那个就是往遮禁的一个条件 不得少善跟不得因缘 那个因缘就是你要修这些敬业三年 你要做功课 你如果没有念佛你去不了 所以每一次就是那个念佛的很多人会问说 我到底一天要做多少功课 就是说你要我们真的讲真的的话 你做功课做不够 你也就是 忘了 就是 就像你在吃零食一样 连正餐都不是 就是说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件事情 你就是不重视它嘛 那你的烦恼就是还是大于你 就是你 就赶不过来你知道吗 就像你每天他喝一料 你就是我喝一下喝一下 可是那不是不能当水啊 你那毕竟还不是水 可是你这个一样啊 你如果 你知道烦恼身心那么大 不妄想分别那么大 那你说你要怎么去把这个东西 转变过来把你的夜道模式转变成为圣道 圣道是你要从果正 从空性的这个部分气路开始教圣道 可是你有没有对于圣道的耗耀 就是很重要的 你今天其实你只要对于净土 有一点烈木 或是觉得他很好 其实就要开始慢慢把这一份的耗耀 转换成修行 你要开始实修 你才有办法进入真正的反胃啊 否则你就每次都一直在法相上面 都在名字上面 就是在语言文字上面 就很 他就没有办法 对你的生命起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影响跟作用 那就很可惜 因为你好不容易能够进来三宝龙中 好不容易能够见闻佛法 可是却不能就是这样子就 顺着这个因缘能够入到那个修法里面 那假设如果善根好一点 他就是也不用太多的去推动他 他就会自己怎么样 然后师父说就说就做啊 做了他真的做了他就真的有受益 那当然也不是从受益的角度来看 可是他真的就是他有用 所以他来讲他会起到一个 他身心上的转化 安定 还有他的福德的积聚 这个定会上都有的 做功课他真的是有他的 他就是比较稳定 身心会比较平静 跟我们平常那个躁动 你看你一个人做功课开始 你做一个月 你做三个月 你做半年 你做一年之后 那个人整个面相都变了 真的会变得比较柔软 会变得比较慈悲 所以是看看吧 有没有人还没有法门的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都一直强调 就是我们在学华严经 你不是只有学经论而已 重点是你要有一个 你能够深入实修的法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你没有办法去 你只知道一个理论啊 那就很可惜啦 你就变成去听演讲一样 那佛法跟佛学跟佛法 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 他是可以去操作 可以实修的 这样OK吗 还有没有其他 跟这个有关的问题 就很好啊 你们问 然后有时候越讲越清楚 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讲过 都重复讲过 只是说没有把它变成这样子 就是没有去相对它的阶段 那这样慢慢你们知道了之后 你们就可以去摸索它那个部分 所有的包括我们的原始圣典 三藏十二古经典 基本上都是从 就全教跟实教 三圣五圣 都是从全的角度来看的 能天也是啊 能天圣 实教的话它就是什么 一佛圣 或是叫以圣 教有没有清楚 那个概念 然后 到了实暴窗炎 法圣大士 这个一帧法界 基本上就是佛圣 就是以圣 就是以圣 那究竟长极光呢 就是佛 佛位的部分 究竟极光 那还有其他问题 师父 你可以不会把全这个字 方便啊 全这个字 对啊 全巧嘛 方便 对 因为众生有无量无边 那实就是一帧啊 全啊 全移嘛 全移之计啊 有没有听过吗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没有办法进入实相 所以怎么样 所以跟你讲法相 所以有一切法 有一量法 法门啊 那如果你要讲法性 那就是实相 一切法 就是实相 就是空性 这样有没有清楚 这个五圣 我才记得五圣 五圣 就是人天啊 人天跟三圣 人天就上去啊 就是三圣 还有吗 今天就专门解答啊 不过你们这样 有没有搞清楚了 有搞清楚是很好的 这样子慢慢你在学谋 你会知道 诶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这个经论 其实跟行法 他是可以 他是 他是可以 扣住的 阶段 他的跟修行接次 也可以扣住的 那如果从华言来看 实性 实性法呢 就是入住位的 全方便的话 就是从 从这个 二圣的这个部分 还是断三戒戒施 或者一个角度 从这里开始 所以叫外反位 还没有入到这个实相 从实的实法的角度来看 就是一实相 就是我们 小教 小教讲的 勘验正法的标准是什么 原始佛教当中 教导我们 勘验正法的标准是什么 三法义 三法义嘛 诸行 诸常 诸法 诸我 涅槃其境 对不对 那到了大圣之后 他就告诉我们 一实相 就是空性 所以整个实教 他是从诸法实相 从性的角度 去讲 去说的 所以这个叫法性 法性中 所以在中国 汉传佛教的这种 教叛 教称当中 他有所谓的法相中 就是讲为氏的这个部分 那法性中讲的是什么 什么叫法性 就是讲实相 所以大圣后习 就是属于小始终 遁远的宗教 这个部分 就是大圣比较成熟的 这个叫大圣宗教 终极的宗 这个时候他讲的就是什么 讲实相 讲真卢 讲卢来藏 讲真性 这个就是从实法的角度去看 去讲 这是大圣的宗教 所以这个时候讲 从实法的角度来看 一切众生 都有活性 所以你从法相的角度来看 众生有显像的差别 所以在为氏里面 一产体有没有活性 一产体没有活性 断大善根的叫一产体 恶道的众生 无恶无作的 从实法的角度来看 从实的角度来看 他是有活性的 就领极佛这个部分 可是从为氏中的角度 为氏的角度来看 众生是有分的 有些众生是没有佛性的 他有分为 还有不定性的 就是要看他过去的因缘 跟他承受的这个部分 所以有定性的身文 有定性的 有不定性的 有没有佛性的 这个就是大圣使教 在为氏里面 对于佛性的这个认知的 所以他就是有方便 这个就是权使的这个权 也就是指这个方便 他就是因为众生根基不同 所说的教法有所不同 这个叫权 那如果从实法来看 从这个实相的角度来看 从真理的角度来看 是这样子 所以你也可以说 实教他是偏属于 他也是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宗教他就从真辱的角度来看 从真性的角度来看 就是真王的这个部分 中遁元 遁教就是禅宗 那元教就是像天台很华言 那这个都是从实 大圣宗教也是从实相的这个角度去 去立论 然后他开展的就是圆融 苦境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不是一个特色 教称的一个特色 还有其他问题 我们剩十分钟了 好 那那你去问 好 你请说 师傅你刚刚有问我们说 有没有谁没有法能的 对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你这个问题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人 现在还没有固定做功课 不知道要做什么功课 有没有 那这个功课可以说是 也可以念净土基因也可以念华言经 还是说 对啊 有一个层次 不是不是 所谓功课就是刚才讲的嘛 你每天愿意花时间 在固定的一个地方 然后做固定的一个功课 这个叫日课 就好比我们出家 你看等一下四点半 我们要上店 那就是我们的晚课 那我们早上五点半 是我们的早课 那佛门礼早晚课送 都是固定的 那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就像你要吃吃饭这样子 对 那就是对于我们心念的一个定 受食的一个培养 那如果我们一般的居士 如果我们没有养成一个做功课的习惯的话 你那个定心没有要养起 我们的心就会一直处于在我们 简单讲就是在业的模式里面 你每天就跟着你自己的三个业去走 那如果有法门的人 就是要记得记得一个事情 就是刑法是你每天去做的那功课 可是你同时要配合你的经教经论 就好比你修净土法门 那你的经论的依据是什么 好我净土三经 净土五经 对不对 好那你说我我念弥勒佛的 我修弥勒法门 那弥勒有没有经论的一个依据 有的啊 他一样有他的弥勒三经啊 对不对 所以就说任何一个法门啊 或者是你今天受持一个咒语 好比我说我念大悲咒 那你大悲咒你要回去找到大悲咒 是从哪一部经典里面所流通的佛宣说的 叫大悲咒语经 所以你这时候如果你是受学大悲咒的人 你就要去看大悲咒语经 这是他的经典的依据 这样理解吗 好那如果说你修准题 不是准题 对好准题 那准题准题咒从哪一来 准题经里面来嘛 所以你要配合那个经典 不去看那部经的 然后如果你修药师法门 你当然你就要去读药师经 所以说每一部每一个法门都有他相对应的 不管你是念佛持咒 都有他的什么经论的依据 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 你要多去看这个法门 他所对应的经论 所以你看 刚刚我们 关掉了 刚刚我们在讲修净业三福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叫独送大圣 那个就是我们本身 除了刑法以外啊 你要常常回到那个经论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我不能只修法 我不读经论 关键是对智慧 就是从你的刑法的勘验上来讲 经论里面他会有 譬如说你在读经的时候 像你在读华言经 你就会看到他里面有菩萨修行的阶位 还有你只有读经论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这些层次的差别 阶段的不同 有没有 你行不往次第啊 这个都在经论里面记载的 你的刑法就是一句佛号而已 刑法里面不会告诉你 你的次第是什么 你的理路是什么 这个你的理路的建立啊 解的建立是要从经教上来的 那你行的建立是要从你的实际 每天日刻的修持来的 这个解行两个就像一个鸟的翅膀一样 你一定都要有的 所以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文 你都要有经论的依据 经教的这个基础 否则你就会变成怎么样 最后就偏料了 念佛念到最后只要一个佛号 其他什么都不用了 当然你从实法的角度来看 一句佛号就能让你得 让你见信 让你成就 可是如果你的理路不对啊 你念一念之后 有一些境界现前 就像楞严经讲的五十一摩 五十一摩也不是只有打坐会出现的 你有可能念佛念一念 你那些佛境界什么的 有的没有的就跑出来 那你说你如果没有去读楞严经 你不知道五十一摩 那你不知道这些险像跟你自信 你行者的关系 那你你会认你会认他是什么 真的 那你你的修行就会产生很多状况 所以经教是要让你去勘验 勘验你的这个刑法 在你自己的边上发生了什么问题 否则你的标准在哪里啊 不知道啊 你就会产生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说那我要去净土 我需要念到丰富成片吗 那如果就是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你在经论里面 其实你会 你会找到他的相对应的很多 你修法上的问题 在经论里面会有答案 有时候你会说 欸为什么那个人说 某某人是几地菩萨 那有的人就会问说 欸好像有人说 谁谁谁是几地菩萨 或是有人自己说自己是菩萨 自己是什么菩萨 那你就会想说 为什么他会 他他会这样子 那你要如果要问说他是不是 那你怎么看 你要从经论里面去看 你去看几地菩萨是什么样的行为 跟什么样的心量智慧 跟他的定 定会的这个部分怎么开展 所以经教其实是我们行者啊 为什么说你要读经啊 为什么要听多听闻熏喜 虽然现在我们还做不到 可是我们可以先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见 至少不是你世间颠倒的这样的一个见解 知道要往那个方向 知道这样子是对的 这样子是不对的 你知道怎么去责法 责法绝分 你知道怎么去 去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角度 更好去选择 否则怪你怎么办 对啊 就变成人家讲 可是常常很多人 很多人每次问问题都是说 师父听说 师父人家说 师父是不是说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说 其实你们谁说的都不是重点 你要回去看经怎么说 佛怎么说 你才有办法去知道说 人家说 不然你问师父 师父怎么知道那个说 对不对 那从哪里建立 你要从经教里面 否则你真的是太多了 太多说法了 修同一个法门 很多说法不一样 那你怎么办 你就回到祖师的 祖师说 其实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佛怎么讲 你去看看祖师怎么讲 古代印刷没有那么方便 你到了宋代才有印刷 而且古代还是木科版 对不对 你要弄一个经出来简单 而且古代的路障 都是皇室 都是经过人家千挑万选 假设这个祖师的说法有问题 他当初照理说就不太容易 你看那个你现在书要印很快 你这样印就要出来 古代如果你要用磕的 谁要花那么多时间 去把那个论这样子 一步一步这样磕出来 那假设 所以说祖师说 还是相对于现代人的说法 要来得更可靠的 所以说如果你对于经典 原典看了不明白 建议大家就是花一点时间 找回原来的藏经 去看祖师怎么讲 其实在我们整个汉传佛教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很多真的祖师 其实你不要说只有禅宗的祖师叫入道 你去看那个教下的中门 教下的像华燕 像这个韦士宗 天台宗 华燕宗 这些教下的这个宗派的这些祖师 假设 你说当初为什么玄奘他 是要跑到印度去 因为他也出了这个问题啊 这个经典那么多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最后怎么样 自己跑到印度去看 去学嘛 然后回来再把那些东西带回来 再重新做翻译 所以那时候玄奘之后叫心意 心意的经典 所以说这个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现在 你现在学博遇到这个问题 祖师他在学博的时候 他就遇到这些问题 然后他们想他们的办法 去解决他们的修行问题 所以真的像我们修学佛法的行者 如果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遇到这些问题 你常常回去看祖师的论著 像禅宗啊 有很多祖师大德 你说禅宗他不落文字 可是你看藏经里面最多 公安跟这些 这些公安跟这些 这些话头的啊 就是禅宗的祖师的著作 非常的多 有空就拿起来看 每一篇都是见性的 都是见性的这些著作 你去看啊 《东部离开华严经》里面讲的 这些理事啊 性向体用 他们都是在表达这些东西 那他们有的用批语 有的用公安故事 在诠释 他只是语言文字的体材不一样 可是他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就在讲佛法的 体里面讲的真性是什么 一切法的实相是什么 那他开悟明性见性 他悟到的就是这个实相 就是这个真性 所以他才有这些 语言文字的一个流传 这样了解吗 所以学否不怕有问题 就是看要怎么去解决它 其实这个就是修行 你怎么去突破你的一个局限 然后达到一个超越 疑情啊 禅宗讲疑情啊 疑情就是我们的问题 你的这些问号跟惊叹号 很多的 可是 大疑 大悟 所以你就 如果你的疑情上来了 怎么办 你就带着它去参 在哪里参啊 生活当中 然后你就慢慢的 透过你的功夫 你的定课 然后你观 你周遭的这些因缘 看看佛经讲的道理 慢慢你就怎么样 你有一天你会知道 那个道理是什么 你的福德累积够了 你自然就会 就会 就会明白 所以你看到华言经的第三会 那个史著 史著品 史著品的那个 还有范恨品 他的经文后面啊 所有文法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 因为一切的法门都是什么 知心显现 当你明星见性之后 见性就是像你说六五位的大师 不适智 为什么他能够 听法达法师讲法华经 他就知道法华经在讲什么 然后还跟他讲 结果法达法师开悟 法达法师如果没有那三千部的法华经 他会开悟吗 也不会啊 所以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缘起 都是一个善根福德因缘 就是因为前面有那个三千部的法华经 后面 慧人大师跟他讲了 法华经 他因为这样误导 所以你说 你如果要读经 刚刚讲的是念佛持咒 如果你要读经 你至少都要三千部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觉得你不够啊 你试看看嘛 你一部经 你心经你给他念看看 你刚开始念 然后你就一百部 心经太短了 对啊 心经不算 心经三千部很快 当作你念才两百六十八个字而已 对啊 你就 你如果读经的话 你每一部经你都试看看 你至少先念个三千部 然后你看会变怎样 你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就转变很大了 真的 你读经 你就至少每一部经 你都给他念个三千部 三千部也很快啊 你每天如果 如果当然法华经那种 七八卷的那个 愣眼镜那种都很多卷的 那可能就是十年的功夫 那真的十年的功夫很难 你要功夫层变没有下十年 你说世间你一个人当医生 你一个人当 会计师工程师 你没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功夫 你能做到世间的那种熟悉吗 世间学问的熟悉 你不可能嘛 那你更何况是这种生命的这种体验的东西 你没有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功夫 也是不会那么简单去把我们速速 你看我们生死轮转的这个功夫熏了多久 烦恼成片的功夫 很久啦 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在轮转的 那你说我只有五年三年三五年的时间 你能够转你生生世世的这种夜道的模式 很难的嘛 所以你就是怎么样 死心塌地的 认清楚这个事实 然后好好去修 真的 否则你要求福报 你要求世间的这些 你怎么求 佛法就告诉我们 你的心路安住 这些叫自信功德 本质具足的 你都不用向外求 因为你本来具足 你的实报庄严都在 这样清楚吗 这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这个功课的部分 所以如果可以 我建议大家真的就是好好的每天 此心塌地的 去找到一个合适你的法门 每天去做它 然后 如果你要诵经词咒 你要念佛的 每天至少 你从几千开始 看你能够受死多少 你就一直往上累积 念到一定时间 你自己会知道有什么转变 你那个不用人家跟你说 你自己会知道 你功课做进去 你自己会有受益 这个不是说从得思有无的角度 而是真正你就是 你就是有法义 而且你会开心 你会安定 好吗 没有功课的人 还没有法门的人 想办法 让自己有一个法门受死 好不好 否则就很可惜 很可惜就是 大家有这个因缘 这个善根 能够到辅堂 能够听闻佛法 真的就是好好修 把它修下去 然后你的定力也有了 身心也安定了 然后慢慢你智慧就会开 脖光就会长起来 你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消化掉 好不好 要有信心 佛法都 佛都这样跟我们讲 现在就是我们做不做的问题 好吧 死心塌地的不做 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抓颜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华藏国 大众请起立